之前像是长龙那些 那个亏程大概有70%左右 对 就蛮惨的 27岁的Jack去年买入长龙 梦想成为水手 但股价一路探底 只能跳船沦为水轨 甚至没等到今年的鼓励大红包 以长龙来看呢 他们今年就宣布要发放70元的配息 如果是以17号的收盘价 162元来看呢 它的殖利率就超过了四成以上 配息率44% 称霸货柜三雄 其他同样是高现金殖利率的 还有联发科跟瑞鼎 大约有一成 至于国泰金跟开发金 估算也超过8% 而Jack则是将目光瞄准ETF 一个是两个月配息一次 一个月是三个月配息一次 因为我们每个月配息的话 会觉得就是有钱进来 而且他们也都偏比较稳定 Jack买的00905和00907 让他几乎每两到三个月 就有几千块鼓励入贷 虽说账上小亏1% 但他还是固定每月投1万块 00907的话 它的成分 它的主人成分的话 它是偏向民生用品 对 我就觉得还蛮稳定的 因为不太会操作嘛 它算配息高 但我怕一个操作失败的话 又会再70% 我也回不去 股票放长线就不怕赔掉价差 但达人提醒 单靠殖利率买股 恐怕会两头空 股票难填息 殖利率才有意义 另外其实只要公司获利够稳定 填息几率也比较高 但切记别盲目追高 那除息钱呢 因为大家领鼓励就去追 就把它追到高点 可是通常你看他们的走势 通常他们除息后 又跌一波下来 不建议你去追价 你反而呢 反而你可以趁他除息后 跌下来的时候 去捡便宜 那你赚到了价差 你反而还会胜过 你领到的鼓励 像玉山金最近鼓励缩水 每股只配0.6元 殖利率约2.5% 台气银鼓励 更创下金融海啸以来新低 国票金更惨 直接不发 不过对存股族来说 或许是可以进场的甜甜价 面膜 咖啡粉 环保袋 各种生活用品摆满桌 全都是股东会送的纪念品 曾经靠3万块当了700家股东的张坤林 瞄准的就是零股投资 对于你的资金现在掌握度 还没那么强的情况之下 应该是先了解各个产业的特性 所以呢从零股的方式进场呢 是你可以先持有大量的 就是上市公司的股票 那同时今天有一小确幸是 还可以领点股东会纪念品 最夯的纪念品 莫过于大鲁格了 只要用一股 就能换到3200元的消费底用券 另外中钢购则是送出门烧罐 而连店股东可以拿到卡波联名碗 但要在3月29前买进才算 还要注意领股的游戏规则不太一样 不太像普通股一样 我可能到每一个就是 领取的股物兑换的点 就可以换取纪念品 那你就要留意 你有没有办法亲自出席 因为有些地方是在高雄 那如果你在台北的话 跑一趟高雄也不太划算 但买股重点还是得回归基本面 才有可能价差 鼓励纪念品一余三吃 八达新闻需要如来成为 王明星年台北上的岛